欢迎您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圣依纳绝的灵修智语 1月9日 寻服内在必须比寻服外在更努力 降服新神比降服筋骨更努力 圣依纳绝在神钞第22号说 神钞是为战胜自己 整理自己的生活 使人不自因任何不正的心情而决定自己的生活 人们生活中外显的行为偏差 常常是受内在不正的心情影响 在圣依纳绝的时代 对于信仰或灵修的认知 容易把两种态度做对比 例如自语中所说的 内在相对于外在 神钞中常用的 灵魂对应于肉体 及中文译文中的 心神相对于筋骨 这些是灵修生活中的张力 这句自语说 我们必须更勤于寻服内在 换句话说 内心比外在更重要 让自己的心思意念 更符合天主所愿意的 因此在弥撒开始时 忏悔词第一世中的 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 可以看出内在的思是重点 在言行之前 在言行之前 就如古人所说的 成于中而行于外 在伊纳诀是一位歧视的背景下 我们更容易了解 他所使用 寻服这个字的意义 寻服是动态性的 不是只有一次就够了 是日复一日的操练 这里要特别注意 圣伊纳诀并不是要把 外在和内在做对立 它不是排除外在的 我认为外在不重要 重点在更努力 也就是情愚 因此他要求会试 每天必须做两次省茶 省茶使人带来 内在生命的改变 至于中 强调了两次更 更是重要的 就是优先 在恶者必须兼顾下 我会把什么放在前面 回顾一天的生活 在省茶中 我觉察自己 渴望寻服 或降服 内在的什么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